靈活小白定 行動不卡關 勇德生技軟骨素加圓定 邀您貢賞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外一位 三個名字好辣醫師團 瞭解自己的健康很重要 但是大家的健康嘗試 是否足夠呢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團 來考考大家 好辣軍團們的健康嘗試 充足嗎 注意看了 我們今天還有自身媒體的張友化 他是那個行動的Google 那個謝哲青在他面前 只能算是 對 他曾經挑戰過我們的節目 非常厲害的 加上我們的國際拳擊教練劉宇柔 後面兩位 一個是台大公管系 一個是台大醫學生 那擺這個陣仗 跟六位醫師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就是今天要 考驗你對醫學的嘗試 我們也要嗎 沒有 我們首先是要先恭喜 我們高明明 他出新書 新書 對 這一本是小蜜瓜 鋪鋪鋪鋪 主要好像是在講說 是否小朋友不敢吃的 看這一本書 繪本 它可以讓 跟這些蔬菜有沒有 拉近一些距離 比方說這一頁 我就可以問瓜哥說 瓜哥你來找找看 花椰菜在哪裡 OK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帶著這個本子 然後來去尋找家裡 這個綠色蔬菜在哪邊 那小孩其實就會去對食物 你說他會這樣去找花椰菜這樣嗎 對 那其實他 你就算家裡找不到花椰菜 沒有關係 我後面其實都有附身這個字卡 有一頁 像農民立任嗎 這是很可愛的 豐富色彩的字卡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食物 丟進這個小蜜瓜的嘴巴裡 所以小朋友可以玩 又可以增加一些姿勢 對 而且這個封面 剛好就是我大女兒小蜜瓜 他噗噗噗不出來的樣子 就長這樣 當了一輩子主持人 收過寫真集 唱片 第一次收到這種瓜哥 小蜜瓜噗噗噗噗 很可愛 好 謝謝 恭喜 好 今天來考考大家的健康嘗試 是否足夠呢 來 趕快來看第一題 來 請出題 請問路上有人突然沒有呼吸心跳 要把握黃金急救時間 該如何協助 急救四步驟的正確口訣為何 你也不知道答案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那你會講什麼 我現在可以講嗎 你講你會講 因為你不是正確答案 對 我的話應該會是 類似像 類似像這樣 對 你有沒有講 說不定我對 叫摸按吹 教室先叫叫她 對 然後摸摸她 看她有沒有心跳 動脈 對啊 感受一下 然後呢 然後就按她 按她 CPR 然後就人工CPR 口對口 對 像這個國際拳擊教育 劉宇龍也會有 有學習這些救人的方法嗎 會啊 就打她 對 所以她是打醒 拳擊是一項 拳擊是一項 拳擊是一項非常可怕的東西 對 可是拳擊昏倒就昏倒 比較有休克的問題 對啊 這個應該是私人生活 老公不敢裝死吧 沒有 打醒 她的教練是她老公 來 我先聽聽這個張有話 先馬上讓她躺平 你躺平了以後就是 就是摸她 就是呼喚 應該摸不要抨摸 不 unquote是哪 more 小在一起 對 打抨她 然後就是按 按 按 對 壓 那所謂的壓的話 把它側躺 側躺過來 然後慢慢地壓 讓她的氣槍 胸槍 可以產生一些氣 雨柳 我覺得我這個應該對 你怎麼說 就說好嗎 你還好嗎 你好 先叫他 先生 先看到我們意識 你有沒有怎麼樣 來不及的就是 他沒有什麼意識 就打他臉 醒醒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還是沒有辦法 趕快把它放平 然後放平之後 就開始幫他擠 他不用放平 他已經躺平 放平在哪裡 躺著 我要躺好 就把它躺平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按壓 那醫學生等一下了 雲雲 第一個應該也是就是叫他 叫他 因為他躺在那邊不動 你就確認他的意思 然後 那第二個叫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 因為畢竟我們不專業 我們不是專業的急救人士 所以我覺得 應該叫救護車是很重要的 一個叫救護車 一個叫什麼 對啊 要的 然後 CD是什麼 C就是那個 也是那個CTR按壓 我以為給他聽唱片 對 對 CD 然後D就是那個 應該是AED吧 就是那個 我們老師有示範的對不對 對 那個紅色的機器 來 Judy 剛好我們這兩個禮拜 才做過訓練 對 就是一些急救的訓練 所以應該是 第一個叫是什麼 就先叫病人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沒意識這樣 然後是沒有呼吸心跳 對 然後叫的話 第二個是就請周圍的人去幫忙 去叫救護車 或是拿AED 就是後面這個電的部分 那壓呢 壓就是壓胸做CPR 先走 對 等那個AED來 對 所以是叫 叫 壓 電 中文翻譯的意思 好 就是這樣 剛剛是我們的中文翻譯 那我們就請教我們的醫師來 我們心臟科肝醫師 請宣布正確解答 好 叫 叫 壓電 這個是標準答案 好 過去有一些學過CPR的 可能都還記得 那個口訣叫做 叫 叫 A B C 因為以前都認為 Airway 呼吸道最重要 所以要先暢通呼吸道 然後再來要吹兩口氣 所以就是A就是Airway B就是吹兩口氣 可是在2015以後開始 就有口訣有更換 他們現在覺得很多人 因為現在躺在路上一個人 有幾個人願意 幫他口對口呼吸的 這個是一個疑問 可是如果幫他做胸部按摩 大家比較沒有這個顧慮 所以的話呢 把它簡化為叫叫壓電 如果真的發生緊急狀況的話 最好是先不要慌亂 那假如今天我是負得急救的人 我會講說 宇童 麻煩你打119 瓜哥 麻煩你去拿AED 這樣的話呢 更是沒有問題 否則大家都覺得 我拿東西可能比較不太難 否則大家都覺得 有人在打電話了 可是就不知道是誰打了電話 那這樣反而 還是講清楚會更好 是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開始做胸部的按摩 每一分鐘的話呢 要100下到120下 頻率要稍微快一點 壓的時候呢 能夠壓5公分左右的深度 然後再來就是放上AED 大家很多人可能都沒有使用過AED 不過真的非常簡單 就是兩個貼片 它上面都畫得很清楚 一個貼胸前 一個貼後面或者貼側邊 然後呢打開開關 它就說 偵測中 1就偵測中 2呢 請電擊 然後B 你就按下去電擊 那你說 那我沒有AED怎麼辦 那沒有AED的話 請繼續按壓 那我曾經有患者呢 就是完全沒有電擊 就這樣子一直壓 從家裡面上救護車 一直壓到醫院 交給醫生接手 到最後一樣是順利的 能夠出院回家 所以這個胸部按摩是非常的重要 對 我請教一個問題 如果它是在做捷運 一般昏倒是直接躺下來 如果捷運 它是這樣昏倒的 我們要不要把它拉在地上躺平呢 要 對 這個 當然第一個它昏倒 你要確定它是怎麼昏倒 它如果睡著 你上去摸它 你要確定它是昏倒 那所以你要確定要叫它 那樣子應該昏倒 那 對 那我們把它放平的第一個好處是什麼 所以如果它今天是休克 像有些女生走在街上 漂漂亮亮的 血色素可能只有5跟6 他們有時候生理期或子宮肌瘤 那個血色素相當低 他們真的就會在路上就昏倒 那這個沒有什麼大疾病 它躺一躺它就起來了 所以你只要讓它躺平過以後 它就去醒過來 是 因為可能真的會有這種 在公園坐在椅子上就昏倒 那你事業一定要把它拉躺平 會有這種情況 那恭喜Judy有一分 最後獲勝的 我們送一張夏威夷的那個 真的嗎 明信片一張 夏威夷來回機票 第二題了 來 請出題 寫板題 小瓜吃東西不小心噎到了 請問家人該用哪個方法急救幫助他 這一定要寫小瓜嗎 對 小瓜 來 這個寫答沒有選擇題的 好像有一個方法 對不對 它有一個名字 對 對 對不對 跟日本的一個漫畫很像 很像 四個字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 那個Judy寫得比較詳細一點 有點多字 我想張有化先生一定很後悔上我們 來 立板我看 拍打押鬆 好不好 也是孔子 就是拍打押鬆 那我是小的時候兩次 噎到 那我 我爸爸 他是把我弄得 因為那個時候只有兩三歲 那我爸爸跟我講 那我只有兩三歲 他就小孩子這樣 45度左右 然後他用掌 好 用掌 拍打功 氣功嗎 沒有 從 從背後 然後一打 那第二個 他就看你 他會聽 會會 一聲 一聲 如果那個 那有的話 他在打打胸部 然後壓一壓 給你一杯水 讓你放鬆 那個水裡面都含有點醋 因為有的時候 那你噎到什麼 不知道 說不定那是魚刺 那我那一次是 是吃梅子 還有一次是用飯 噎到 那我爸爸都用這種方式 那我自己躲過兩次 就是這樣 還好沒有變成白痴 不會 那一般老年人吃麻糬 或者土是太乾 乾 對啊 哈姆利克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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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四個字 來 你先講 為什麼要咳嗽 因為我記得我們學到是說 如果他還能咳嗽的話 就先鼓勵他 把東西咳出來 對 如果不行的話 才要就是外力去幫助他這樣子 可是一夜都 就不如 對 有些人還可以咳嗽的話 就有聲音 而且一直咳 對 就是鼓勵他就好 我有這個經驗 我曾經因為吃藥很懶 大概七八顆藥丸一次吞 可能早上 突然塞到喉嚨 我就一直咳咳 才不能呼吸 最後我是用力把它 這個藥丸咳出來的 七八顆 兩顆 我是一顆 兩顆吃 我是會很激烈 對 所以這個就能不能咳 林玉如 你知道哈姆利克怎麼做嗎 他好像是從前面就是 胸部下面 肚子上面這個地方去壓 可是正確壓的方式其實 因為我自己沒有碰過 所以我也沒有 不知道正確是怎麼做 是 他很聰明 本來好像叫他下來示範 我就知道 我知道 Cuzi怎麼在知道 知道 來 請下來 你不知道嗎 知道 因為我不能按下語桶 噎到了 噎到了 然後就是 一隻手是握拳的 然後一隻手是在前面這樣子 然後協助他就是有人這樣子 對 把他擠出來對不對 哈姆利克是這樣 對 我知道 但是我不能幫他這樣弄 那他抱我手又太短不行 好 他這個是哈姆利克法 來 王仲綺醫師請公布 好 正確答案是 哈姆利克法 沒錯 因為他是 哈姆利克醫師發明的方法 那他的原理就是用我們的這個拳頭 那站在病人的後面 然後用力的衝擊他的腹部 按壓他的 按壓他的 是腹部還是這個噴門的 腹部 上腹部 按壓他的橫隔膜 那就可以擠壓肺部的空氣 利用這個肺部的空氣 把我們呼吸到裡面阻塞的衣物 把它衝出來 那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 一點點梗塞的時候 大家都還是會咳嗽 能夠咳嗽出來最好 但是如果 這個你發現他有醫護阻塞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會 按了自己喉部或者是指的 自己的喉部 沒有辦法呼吸 沒有辦法講話 那除了這個 平常我們在用餐 會有醫護阻塞 事實上我們在病房 也可能會有一些腫瘤出血 造成我們的呼吸道阻塞 那重點就是要保護我們的呼吸道 讓呼吸道可以通常 而且常常有人吃飯 一邊吃飯還要講話 所以常常會噎到那個飯粒或菜渣 會跑到肺部對不對 是 所以是一直要把它咳 用力咳 對 一般咳嗽的反應 就是醫護進入到呼吸道 正常的生理反應 所以孔子說食不餘 就講話最好不要邊吃邊講 這個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如果說哈密歷克法 事實上是兩人幫你的 你如果自己一個人咳也咳不出來 你可以在一個桌角 自己去撞你那個肚子的位置 他就因為你是撞那個 橫隔膜的位置 他就肚子 對 橫隔膜往下面 然後肚子他就會把那個 超難看 可以自救 對 類似這樣子自救 其實原理就是 要把肺部的空氣擠壓出來 如果太肥胖的人 或者是孕婦 你不可能去擠壓他的腹部 那也可以用所謂的 胸部衝擊法 我們可以抱著他的下胸部 跟剛剛類似的動作 用力擠壓他的胸部 也許也可以把這個醫護衝擊出來 這題恭喜我們三位打對 劉雨露 Judy跟林雨露 那張教授不要再讓 沒有讓 剛剛是寫答案 接下來我們就比較簡單 後面還有好多題 都是出答案選項 好不好 來 第三題請出題 黃毅當前量體溫成了每日例行公式 你知道哪個部位的體溫量出來可能最低 1 夜溫 2 鵝溫 3 肛溫 4 耳溫 來 請寫答案 這個都量過吧 易溫 肛溫 耳溫 耳溫 現在大家都是量耳溫 耳溫 對 現在其實還有量那個手掌 手掌 對 照 對啊 照那個手掌 是 對 越來越稀重 那個不一定 好像不太一定準 對 不嚴重 對 有人說把那個對的牆壁 也是說體溫正常 對的牆壁 好 不流汗的體溫來選 對啊 所以是耳溫跟耳溫 肛溫跟易溫根本不用選 那叫耳溫 還是有人選 耳溫 耳溫 耳溫最低溫 好 那兩 三個人選2 魚柔也覺得是對 我覺得跟那個 我們平常現在在量 那個手掌的 那個意思差不多 因為它比較在表面 它比較能夠改變它的溫度 也不用找麻煩 我們甚至是在耳頭 噴兩下酒精那個 最算有發燒 去量也通過 對啊 就是說不用再太嚴格 不然大家都 都進不了 有辦法 對啊 要量肛溫大家都過不了 對啊 難看嗎 對啊 每個在大丁脫褲的那邊 都拍得來嗎 沒有 因為藥溫就好 藥溫真的燙 對啊 藥溫你摸摸看真的很燙 對啊 真的燙才會有點燙 它一直夾是不是 對 魚霧也是 對啊 因為腋下肛溫跟耳溫 都是要深入 就是有感覺比較深入 感覺就是接近身體的溫度 會比較高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就是曾經就是 提重物拿手機 然後去測那個 噴酒精那個手的溫度 然後就是38度多 然後我就是那個管理員就說 你去洗個手 然後我就去洗手 一兩個就變36 就是它太表面了 其實這個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如果你說你要進來量 我就算有點高溫 我把冰塊先冰一冰再走進去 對啊 退了貼貼一下就退了 為什麼Judy 你跟別人答案都不一樣 因為我是覺得三跟四要刪掉 因為三跟四就比較靠近身體中間 所以溫度應該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1感覺就是 你可能夾也沒有夾好 感覺就是溫度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最後選了1 來 我們請洪詠祥 請公布答案 果然是台大醫學系的對 說明是1 1溫 真的是1 那別過大家的眼鏡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我們現在量體溫 其實總有五種 叫耳溫 口溫 耳溫 溺溫 跟鋼溫 那這五種裡面 我們要量的真正的體溫是什麼 叫核心體溫 核心體溫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生命中处 就像一些大腦 還有我們的心臟的溫度 所以一定是要最接近裡面 最接近裡面會最準確 所以我們其實 耳溫你去看你們的 在住院的時候 副理師是怎麼幫你們量溫度的 耳溫 肛溫 所以耳溫跟肛溫 是最接近我們的核心溫度 是最高的 接下來是我們的耳溫跟口溫 大概會比我們的核心溫度低 0.5度 那耳溫 耳溫大家覺得耳溫很熱 但是它事實上 我們做出來的研究是 它可以比我們的核心溫度低 0.8到1度C 那這個量起來最高溫 應該是肛溫 對 肛溫 例如要考試考的 肛溫是第一名 然後再來還是耳溫 如果大家檢查是量肛溫 應該是進不來 最近大家都耳溫 對 最近因為是夏天 非常非常熱 就是我洗腎是很多阿嬤 他們要來洗腎之前 一定要先量體溫 然後他有一個阿嬤就是 他就是很不想洗腎 他就找了很多藉口 最後他就是 他就是一量 38度 耳溫 我剛剛講 耳溫應該是反而比較低的 對 它還38度 他說洪醫師 我應該是有感染 我今天可不可以不來洗腎 不過後來另外一個阿嬤就說 他事實上 他在外面曬了一下太陽 因為他想找藉口 不想洗腎 在那邊曬完太陽之後 去量 你只要曬完太陽 可是你在冷氣房有沒有 冷氣房一吹一吹 耳溫就會降低了 對 所以後來我們護理師 所以就拿一個耳溫槍 幫他自己量一下 他的溫度是正常的說 還是要洗腎 因為我都一直感覺說 有時候在家裡你知道嗎 夏天嘛 你冷氣沒開 他最快流汗是這個地方 還有這裡 對 他也會很高溫 後面 有沒有覺得 你有時候在那邊 他會一直流汗下來 我就覺得那個地方是溫度 因為那個是汗線 加上四面環山 四面環山 可能會包裹在那個地方 就比較不通氣 是 是 連過三關 九點 三分兩千 我快要拿到機票了 第四題來 請出題 選擇題 小瓜控制不住嘴巴 愛吃又擔心體重 想實行減糖飲食 請問哪個食物含糖量最低 一 大番茄 二 蘋果 三 香蕉 四 玉米 來 請坐 這個雨柔馬上洗 因為雨柔它是有這個 應該有打拳有學營養學 Judy 好快 有話是說 蘋果 蘋果 應該是蘋果最低 因為我們看 香蕉的熱量非常高 那不用選了 香蕉 然後 玉米澱粉 玉米是澱粉質 也可以不用選 那番茄呢 番茄如果那你吃那種牛番茄的話 確確地說它的含量也滿高的 那只有蘋果應該是最低的 最低的 大概是 一天一蘋果 一生遠離我 對 沒有說一天一番茄一生遠離我 沒有 沒有 對不對 雨柔 牛番茄的熱量不高 小番茄的熱量爆高 什麼玉米番茄 對 什麼剩米番茄 那種熱量就很高 然後因為我們疫情期間 就是在家自己煮飯 所以我稍微對一些食材有點嚴 然後發現牛番茄的熱量不高 然後營養價值超高 所以很多 我們現在煮飯 幾乎每一餐都會有牛番茄 然後因為這 疫情兩個多月嘛 我們就飲食控制 我跟我老公加起來 統統掉了快20公斤 我剛剛就講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要練習 所以營養學也是要控制 對 不然會變大塊肌肉片 對不對 對 營養學難得高明明 來 請公布答案 好 自己的答案就是 1 大番茄 那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在控糖的人的那個糖 就是指碳水化合物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 控制糖分攝取的 一定要大概了解一個觀念 就是蔬菜的含糖量 會比水果跟澱粉都來得低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像大番茄它就是屬於蔬菜 那像雨柔剛剛講的小番茄 它含糖量會高 就是因為它是水果 這點大家要分清楚 那再來的話 你看它每100克的含糖量 大概就只有4.1克 那你看其他的 只要是水果類的 紅蘋果11.9 香蕉22.1 然後玉米17.8 所以它其實含糖量 跟它的食物組成 會造就它的食物類別 是有差別的 那像其實我常在營養門診上面 遇過比較多的都是一些 新陳代謝科 就是糖尿病的 或者是高鞋子 他們常常最困擾的就是 其實我都會給他們一個 很老套的方式 但是這個方式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帶一個大番茄在身上 不要蛤 因為這真的很好用 妳那大番茄是說 有的是紅 有的是說帶點綠皮的 硬硬的 對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帶 就是紅皮的 因為吃起來至少水分會比較 可是妳放久它會變軟軟的 對 所以當天帶出門那顆 妳下午餓的就先吃 妳可以先搽那個 要吃那個綠的硬的 還是說吃這個比較軟的 我覺得是吃紅色軟的 口感會比較juicy 水分會比較多 那再來的話 有一個地方是 曾經有一個患者就跟我分享說 營養師 妳這個方法實在很不好 因為大番茄聽起來就很不好吃 那我自己研發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把那個化煤 直接往大 塞屁股 對 往屁股這樣一塞 然後再搽搽 那是我們小時候吃的 對 她就說 她就說這個方式其實很好吃 妳塞進去吸那個湯汁 是不是還不錯 對 那這時候含糖量沒有很高 那這些水分 就會讓妳覺得冷靜下來 沒那麼嘴殘 妳才不會誤吃了一些高熱量的 是 裡面香蕉是最多嗎 80 沒有 玉米最多 因為玉米它是澱粉類的 97大口 對 但是玉米筍就是蔬菜了 所以如果妳想要止雞 控糖的人 其實妳也可以吃玉米筍 但是玉米它就是澱粉 那香蕉不是澱粉嗎 香蕉不是 香蕉它是屬於水果類的食物 所以它的一個含糖量比較高 而且香蕉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常在跟大家講 妳就是餐跟餐中間 吃一份水果就好 然後很多人就吃了一根香蕉 可是一根香蕉 它是兩份水果 它的含糖量是雙倍的 就是糖分就太高 其實蘋果大家有時候 減肥也是吃一顆蘋果 它四十二大卡其實還好 對 我是跟有話講 妳選的也不錯 蘋果 還四十二大卡 不要再讓了 好 現在第五題了 請出題 選擇題 關於HPV 人類乳途病毒的預防 情觀下列哪個正確 一 女性打疫苗才有效 二 安全性行為就不會得 三 疫苗有防止菜花功效 四 感染過就不會再得 請選項 這應該很好選吧 謝謝 Judy妳不用太過炫耀 不是 因為我最近剛好在婦產 妳先不要講 終於大家有一個 非常一致性的答案 來 好 疫苗有防止菜花的功效 我是選一 我也選一 對 我覺得 一個三 兩個當中的一個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醫生就通知他 你最好你要注射 無無無 他說不然 你會有 結果呢 他說他截至目前為止 他沒結婚 他也沒有任何的性行為 今年54歲 但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一跟三兩個當中的一個 那我還是選擇三吧 不是 因為我身邊 真的有女性朋友 他就是有這個 就是去看醫生 然後發現就是有這個病變的問題 然後醫生就會要求 他把男伴也帶去一起檢查 對 要不然一直打乒乓啊 對 所以我就相信說 這個東西應該是對男女 都應該有效 他不是說只有對女生 余如呢 因為我自己是去年 我剛好有打那個疫苗 然後他那個疫苗好像 不只打一劑 然後我是打到三劑 然後 可是那時候打的時候 我就是有去看 他是說打疫苗 但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完全 他其實安全性行為 也是有其他的方式 可能也會得到 對 然後 第四個 因為我沒有聽說過 他是有免疫 就是得過就會免疫 所以我就把他刪掉 就是好像說 男生把他拔出來 就不會懷孕嗎 沒有 是一樣啦 不是 一樣的道理 是說 所以我們不會去選第二 對 Judy 該妳好好發揮 我跟你講 我比較想要分享 是第一個選項 女性打一秒才有效 因為有些時候好像 就是可能之前都會覺得 好像就是女性會比較會去 去打疫苗 因為可能會擔心我們會得到HPV 可是我覺得就是 其實這應該是雙方 因為打疫苗其實也蠻貴的 所以這應該是雙方 都應該要去討論 然後負擔 所以妳否定到第一個是說 女性打疫苗才有效 包括男性也要打 對 而且好像現在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年紀可能到45歲都還可以打 就是也蠻多 年紀就是比較長一點的 女性也會在打 是 因為剛剛有話講了 沒有性生活也有可能會 你會感染 疫苗有防止菜花功效 但它不防靈病 對 對不對 所以詹醫師請公布正確解答 真的是三 真的三 不過這個就是說 疫苗的部分 事實上都是一直在更新 所以這個答案有時候 也不是說真的就是這麼 百分之百的絕對 那我們只能從這個當中去挑說 比較接近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說 它這種HPV病毒的感染 事實上它這HPV是一個大型 那它裡面有分了很多的 小亞籍型的部分 那它包括說有一些是對我們的疾病 沒有影響的 那有的是說會造成 譬如說有一些性病 就像是像菜花之類的 那有一種就是所謂的 高危險的部分 它就會造成癌症的部分 那癌症我們大家都以為說 只有跟子宮頸癌有關 事實上跟 還有就是 也都有相關 那甚至於目前也有一些是說 鼻咽癌的部分 也有一些人是 因為這樣子感染到 也會有一些相關 所以事實上它的範圍 真的是滿廣的 那也是會因此我們認為說 那男生的話就是說 剛提到女生的話 是跟子宮頸癌 那跟性病有關 那男生的部分就是跟那個 然後跟這個菜花就是男性的部分 也會有改善 所以剛剛也提到說 有預防這個菜花的效果 是這樣來的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們打了這些 疫苗的目的 就是要讓我們身體產生抗體 或者是說 剛剛有說有的人他得過 很多人就說他得過了以後 基本上他再感染的機會 就會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他身體產生抗體 但是他只有講說比較低 為什麼 有的時候 他還是會有一些變形的部分 那我們剛才也提到說 像HPV的病毒 事實上 它有很多的分型 那譬如說 我這次感染的 是跟癌症有關的第16型 那搞不好現在是18型 那他本身就沒有預防的效果 所以說 還是會有一點差別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每個人對於這個免疫能力 就是說你打了疫苗 或者說你得到以後 那這個跟身體的 本身的健康的狀況 還有就是說 就是說對於這種病毒 產生抗體的一些反應 都會有差別 那我之前就有病人 他是打了疫苗 那打疫苗以後 他還去做檢測 說確定他都沒有病毒了 那才去打疫苗 結果打完疫苗以後 兩年後 他在做抹片的時候 發現說 那我們就幫他再做這個 病毒的檢測 發現是第16型 那病人就非常非常的生氣 覺得說 當初打這個疫苗 是不是身體實驗水 大家現在每天都在講聽話 為什麼會沒有效呢 那這個就是因為說 他身體產生抗體的部分 那每個人的反應 是不太一樣的 那像這種的病人 一般我們的建議就是說 可能還要再最佳施打 對 因為你如果不打疫苗 可能會重症 打完疫苗感染之後 像很多打完兩劑三劑 他就是當作感冒而已 對 所以將來為什麼說 一直傳言說 將來可能就是第三劑 還要再追 甚至每年還要打 他就是一個生活的常態 那人就開始想 我們生下來都一直在打疫苗 肺炎煉酒精也打個疫苗 流感也打疫苗 培爪也打疫苗 會不會打太多疫苗 卡戒苗也要打 對啊 那我們身上 會不會太多疫苗 所以有的人 什麼都不打的也有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有打過那個疫苗 脂肛頸疫苗 但他是打到9架 但是後來他去查 他就是一樣去做抹片 他就發現他的那個 有發現一個那個病變的病毒 對 因為他防範的病毒 不在那9架裡面 他種的是之後新的13架 他防範的病毒 對 所以流感每次都會增加 對 12架14架這樣增加 是世界越來越多了 謝謝 Julie 連過五關了 恭喜有話開張了 來 接下來第六題的 第六題請出題 選擇題 全民瘋運動 你知道運動時抽筋了 哪個處理方式 可能沒有緩解效果 一 吃香蕉 二 給予熱敷 三 給予冰敷 四 拉伸抽筋部位 哪一個沒效的啊 請做答 這個很容易選吧 抽筋應該吃東西 有不同的答案 很遙遠耶 我們看Julie很難寫了 看他搓一題了 太好了 要假裝搓一題了嗎 來 綠排 大家都綠排 大家認為吃香蕉是沒有用的 那冰敷有用嗎 冰敷不是腫了那個受傷 我覺得怎樣都比吃香蕉來得好 那我請問你 為什麼那些選手打著打著 高爾夫的中間還吃香蕉 吃香蕉如果你是 像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我打到已經要昏倒了 就是我已經 補充很累 其實沒辦法 我趕快吃香蕉 因為它裡面的 什麼含糖量 熱量 就是很高 所以吃下去之後 我可以馬上讓我的 那個身體恢復 補充這種高熱量的東西 就還滿有效的 所以它對抽筋沒有幫助 沒有什麼幫助 就很多人會說 你要抽筋趕快吃香蕉 然後我在旁邊就想說 為什麼要吃香蕉 對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因為我們經常抽筋 那個時候 在鳳山步兵學校的時候 鳳山步兵學校 我們天天是 早上五千公尺 晚上五千公尺 所以我們跑五千公尺 會經常發生抽筋 經常發生抽筋 我們就先 先冰敷再熱敷 冰敷熱敷完了以後 再做那個伸展 伸展 在你做復健的整個過程當中 那你香蕉最好不要吃 所以應該你抽筋的時候 不能吃香蕉 而是用物理的方式 而不是用水果的方式 解決它 究竟 四的話是小時候學游泳 好像就是說會 如果抽筋的話要盡快拉伸 所以就應該一定會刪掉 然後二三熱敷跟冰敷 好像有點對立 就有點不確定 可是吃香蕉的部分 就你從吃下去到它消化 感覺也是要一段時間 你都抽筋 要一直等它消化 感覺好像不太合理 一邊抽一邊撥香蕉 都抽完了 都抽完了 一邊選擇什麼 給你熱敷 然後我是二跟三在選 因為吃香蕉 是因為我自己有經驗 就是因為我在玩潛水 然後有時候下水 就是水溫比較低或什麼 就是會抽筋 然後那因為我們潛水一次 可能都會連續潛個兩三隻 然後我一上岸教練 就是為我吃香蕉 然後因為我覺得二跟三 熱敷跟冰敷有一點相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這兩個其中一個 對 但是我剛剛有聽到 就是老師說 就是可能先冰敷再熱敷 對 妳表示是有效的 還是是有環境的作用 對 但是可以先 然後熱敷在香蕉後面 對 來 陳冠陳醫師 好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一 為我吃香蕉 沒效嗎 沒效 應該預防也沒效嗎 預防會 如果它有一些離子不平衡的話 補充是有效的 就是當下抽筋就沒效 對 當下沒效 對 我們對於這個運動中 造成的這個抽筋 大部分是因為 流汗的過程造成離子不平衡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假如說 補充這個 運動飲料 或者是含有電解質的這些飲料 會有一些幫助 但另外立即要做的事情 其實是要先 然後做一些伸展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我們把那個肌肉 緊繃的肌肉把它拉鬆 那至於冰腹和熱敷在這個 接下來可以慢慢的使用 這個時候是讓它緩解大家疼痛 然後還可以做一些輕微的按摩 所以我們對於一個 運動中的抽筋標準的 處置方式是這樣 那雖然說這個香蕉也可以補充 電解質 但是它的還需要時間代謝 而且它的那個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是這樣子處理 是 你有沒有打拳中間抽筋過 就比較 開始運動比較少這個問題 因為我還蠻注重就是 運動前的伸展跟運動後的放鬆 這個還蠻重要的 是 我們的運動太暴力了 我們的運動都是譬如說 過程中會突然 插氣休克 或者是被打到下巴去暈倒 因為我們練習都會想說 打頭打下巴是最容易造成 腦震盪它會昏倒 這是我們攻擊最有效的點 對 KO點都在這邊 但其實KO點身體也有 就是挖它的那個 那個叫肋骨 或者是挖它的那個 胃部 就是抠進去那個 瞬間岔氣它會突然呼吸不過來 他們練拳其實也要練哀咒 就是盡量打我身體 怎麼樣去防患 可是打著打著 你總會疏忽掉一個點 常常就是決戰那一剎那 0.7秒就把你KO掉 有時候不是很重的拳頭 有時候是那個拳頭吃進去的 我已經丟了 好 第七題了 來 請出題 選擇題 現代人講求養生 花椰菜要用什麼烹煮方式 才能留住最多營養素 1 氣炸 2 蒸 3 水煮 4 小火炒 有氣炸鍋的 有蒸的 有水煮的 小火炒的 小火炒 好 你快就寫好了 有話選擇 有話選擇是水煮是最好的 好 Judy直接寫哈哇椰 你覺得餓是對的 其實我沒有很確定 但是就是我外婆她都吃得很健康 然後她會用蒸的蒸花椰菜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2 那水煮 你不覺得營養的成分都流失掉 會流掉的 對啊 有的是說 菜煮太久好像還會不好 對啊 那個是綠色蔬菜 花椰菜太久了 對啦 像菠菜什麼菜煮太久 它會有產生那種會致癌的東西 雅硝胺 雅硝胺會致癌嗎 那魚如 對 因為我之前減肥的時候 就是吃東西都盡量用水煮的 然後我花椰菜其實一開始我也是用水煮 可是我煮了整鍋我發現 就是那個水都會變淡淡綠綠的 然後因為花椰菜是深色 然後我都覺得那個湯 不喝掉有點可惜的感覺 可是它其實就是水 所以後來我就是改成用蒸的方式 感覺就不會流失 才會流出養分 來 高明明請解答 好 正確答案就是2 用蒸的 對 因為其實還真的有不少研究下去 針對每個蔬菜的烹調方式 來去看它營養價值的流失有多少 或保存有多少 結果後來發現 花椰菜如果用水煮的 它水煮大概5分鐘之後 它比較特殊的一個抗癌成分 像是 它竟然可以流失20到30% 那如果煮了30分鐘之後 還可以直接流失到7成這麼多 但是發現用蒸的 就算蒸了20分鐘 它的營養價值竟然差不多差不多 沒有流失太多 所以其實是用蒸的 那再來我覺得用小火炒 有一個特點就是 如果 你就可以用小火炒 因為像比方說 紅蘿蔔 或者是 你用油炒的話 那個油可以逼出 它本身食物的一個 β胡蘿蔔素 那這樣子脂溶性營養就會更好釋放 是你在炒鍋底下的那個 湯湯水水的汁 就記得不要浪費 殘起來 那營養可能就在那個裡面也會油 那再來的話 氣炸就不用說了 因為氣炸鍋是透過一個 氣旋那個高溫的空氣的原理 下去逼出它食物本來的油 然後讓它表面有那種油炸的感覺 可是很多人拿雞塊去炸 雞塊去氣炸鍋 很好吃 因為雞塊本身就把油包在裡面了 所以你在氣炸的時候 那個油逼出來 就會很像炸物 你會覺得你沒加油 可是其實早就夾在雞塊裡面了 是 對 這四個人答了 Julie是全過關的 妳好厲害 對 免費來上次多新菜 來挑戰看看 免費 我覺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我們飲食方面的東西 因為其實 像之前還沒有疫情問題的時候 我們運動有時候太大量的時候 我們是必須要額外補充很大量的蛋白質 那以前就會偷懶 就比如說去外面買一些現成的 比如說果汁 或者是有賣那種專門賣蛋白的飲料 對 用泡盤 製作過程中我真的是很可怕 它除了加我要的東西之外 它還大量加了 比如說什麼 看不懂的粉狀類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些東西是 要幹嘛的 妳喝進去的是什麼 對 然後我就喝到身體裡面 我也不知道對我來說 身體是補充還是負擔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覺得說 我覺得這些吃進身體裡面 不管是飲食或飲品 我們都應該要自己做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接觸到 這個牌子的破壁機 這個牌子很厲害 它是德國製刀起家的 所以它的刀超級鋒利的 它就是那個大牌子 所以我覺得 我在買它的時候 我也不會太擔心 然後我會買它的原因也是因為 一般外面賣的破壁機 它就是很大牌 這空間上我就覺得運用很不方便 那時候接觸到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像可以試試看 所以買回來用 然後加上我不知道 你們現在側面看它有沒有很明顯 就你會感覺它的底部 有一點不平均的感覺有沒有 其實它那是專門做的導流設計 就是我們在打的時候 它會幫我們攪拌得非常均勻 那它這個有感應喔 你如果放的位置不對 沒有卡好 或是蓋子沒有弄好 沒有蓋好的話 它不會啟動 所以你如果家裡有小孩子 你不用怕說它去玩它 然後它還有一個很特殊 它是這個真空的設計 我們只要把它對上去之後 按這個鈕 它就會開始真空 那通常它會自己 好神奇 它會自己偵測裡面的狀態 到真空之後 它自己就會停掉 真空其實設計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要讓它就是 食材保存在它最新鮮的狀態 我們不要讓它氧化得太快 對啊 然後宇童 你可以拿一下這個瓶身 一般我們在拿破壁漆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它很重 因為一般是用玻璃做的 妳是要喝壁酒嗎 沒有 它很輕 就玻璃做的平常拿很重 然後洗的時候很怕把它敲破 可是因為它的這個瓶身 是用我們奶瓶等級的質料去做的 對 所以就是很輕之外 我們清洗也非常方便 而且它握把其實很好握 對 我們今天做一個 給大家喝 OK 好不好 但是我們不去皮也不去脂 我們放一點點冰塊 我們放一點點冰塊 你知道我以前小時候 就是印象當中就要打果汁 我都要把蘋果 就要切得真的就是 切成塊狀它才打碎 所以我剛剛看你這樣放 就覺得有種神奇的感覺 好 然後我們加牛奶 好 然後我們會加一點點蜂蜜 但是一定要買好的純的蜂蜜 因為蜂蜜其實對肌肉的貴膚是有幫助的 就是那種不純 不純砍頭那種 不純砍頭那種 你看看魚肉 我覺得它好賢慧 好美 我每天在廚房都在做這件事情 很賢慧 對 然後我們記得就把它蓋上去 那要抽真空嗎 對 我們可以抽真空 抽到它自己會停 停了 對 就是它上面會有指示 你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那我們是打飲料 所以我們就把它移到飲料的地方 那其他還有別的東西 它有啊 我們可以做一些比如說果汁類 然後食物類 冰沙類 我們都可以做 然後我們就把它按下去 還有三罐 好 還有三罐 還有17種的模式 我們可以自己選擇 可以自己調整 對 然後 有一個模式我超推的 清潔模式 清潔模式 這很重要 麥球 它就是你水加進去之後對不對 對 你是要滴那個吸碗筋 好 你就滴一個三四滴吧 然後你就讓它打 它就裡面全部完全洗乾淨 好方便耶 是不是很快 因為這個要洗 有一些那種有凹槽 有一些那種角度問題 你們幫我清潔 這是打好了嗎 它好了 它剛剛自己分分就打好了 分斷 這樣很快 對 它就這樣打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拿起來 對 好像有 好像很容易去 而且它很濃烈 瓜哥先 我們有嗎 來 謝謝 你先喝喝看看有什麼事 你還是由營養師喝 對 來 那我給它好了 不用不用 來 來 好不用 謝謝 你好喝 很好有冰沙的口感對不對 對 口感很好 而且它有那個蘋果的一些果粒 它口感其實很綿密耶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在家 我每天也都會打這樣子的蔬果席 對 那我覺得其實要東西要健康要好吃 挑選食材很重要之外 其實我覺得在烹調方式 跟食物的處理也是一個很大關鍵 因為很多食物其實都有很多營養 烹調方式不正確的話 可能就會這些營養素就會流失破壞 或沒辦法好好發揮 就會很可惜 像是很多蔬菜水果 或者是全骨雜糧類的食物 我都會鼓勵大家可以連皮一起吃 因為很多小朋友可能不會連皮吃 可是你這樣打 它就能接受 對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外皮的口感 會比較不好入口 可是其實像雨柔這樣的做法 就非常聰明 就是當你選了好用的機器 那機器就會幫你把它處理得 非常細緻綿密 營養也保留更完整 那剛剛提到的破壁機 雨柔都直接拿機器乾杯 機器乾杯了 它是不是很輕啊 對 很好喝 剛剛提到的破壁機 所以大家其實顧名思義可以想像成 打破食物的細胞比 所以就把食材透過更高速的一個 切碎跟攪打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讓它變得更綿密 更好入口 營養也保留更完整 像食材裡面有一些維生素 礦物質 或者是質化素 還是膳質纖維 蛋白質或水分這些 其實都可以保留得更完整 在整個一個食材成果裡面 那像剛剛提到那個抽真空 其實也很棒 因為當你食物在攪打前 你先抽真空了 在它攪打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比較不會容易氧化 那打出來的成品也會不容易分成 氣泡比較少 然後也會延緩它的變色 重點是它的營養保留就更多了 是 謝謝營養師 我今天那個健康知識 你都有答對了嗎 或者你有深深地了解了嗎 所以大家對健康概念要更了解 才會做好你的養生 對 再次恭喜 高明明 小蜜瓜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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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瓜哥 謝謝瓜哥 雨柔 謝謝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